民进党知道就算也干不了 安也不能让他真的在立月里面被献出来 否则他们是要吃饭吃 而且他们会运作不下去 所以他们非得跟你拼命 你来到重庆场台 我学会重庆 在台大毕业的几个政治人物里面 王国昌还有林佳龙 他们都是著名的台大毕业 而且他们出生的时间 大概都介于1960年到1970年之间 那么这就在告诉我们 这些人还有一些沟通的举向 因为在1960年到1970年出生 而且又是台大毕业 特别是还是台大法学院毕业的人 他们当时非常喜欢搞一个叫做 或者是立愿改革 或者是这个系统里面出生的 他们喜欢推出所谓的立愿 必须要有调查权 也就是说现在的立法委员 他不能只是问证 他必须要有调查权的能耐 那么这个调查权本来大家照理说 应该是监察院才有了 偏偏监察院 他是实在不适合有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实质的执行权利 这个有只是形式上 所以把监察院本来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应该做的事情 直接放到立愿来 那真的是要像话多了 可是这个本来是由当时民进党 或者所谓的党外力量 在推的这个调查权 以及立愿的改革 他们所行使或者是所提出的版本 已经在民间可以说流传了将近20年 那就是说他们过去都把这个责任推说 是国民党不当国 或者说是国民党太浮华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明明白白的看到 局面不是如此的 国民党是想要改革的 而且国民党是希望这个法案通过 并且通过的法案 就按照当时候的林家隆 他的版本的法案 也和黄国昌的版本法案差距不大 那么既然林家隆和黄国昌的法案 就已经摆明在前面 而且那时候都被声称 是党外人士所希望通过 或者说是民进党人士所希望通过 或者说是整个范例集团 所希望通过 那么照这样讲 应该没有人有理由 把这个改革的法案 再给否决了 偏偏 赖清德呢 需要把他给否决掉 或者这样讲的还不够清楚 那就是赖清德集团 想把他否决掉 这边当然包含赖清德所有的亲戚 那包含他现在在府内的秘书长 安孟安 也包含现在在行政系统里面的 卓龙台 当然还有跟卓龙台有关的 这些属于南系新潮流的 比如说刘世芳 比如说在党内的这个林又昌 他现在是作为秘书长 这些人啊 其实更像是一个玩火 虽然他们还不一定属于同一个派系 我们知道有的人呢 是属于政国会 有的人呢 是属于啊 这个新潮流 有的人是属于赖席 但这些人 他们集体形成一个共同利益集团 也就是说 你如果违反他的利益的 他肯定要反对 或者肯定要把你给做掉 或者肯定要把你 能够拥有 威胁他的工具呢 给拿掉 现在呢 等同于因为国民党啊 他现在呢相对拿的是多数党 以及他所联盟出来是多数党席子 或者越过半数席子 那么不客气啦 国民党如果拿到这个有利的武器的 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极度不利 而且现在这个法案呢 是各部会首长都得乖乖的 献出原型来在立院 而且可被调查 这个一旦可被调查 那就是他过去啊 所有各种干的坏事 都可以透过立院 来把它查了清楚 而且可以把它还原的一目了然 我们知道啊 光是民进党啊 他就有五六十个所谓的外部组织 这些外部组织可能一巷子 都是这二十几个部会给钱 或者给专案 让他们呢 可以吃得很饱 或者可以从外围业余的 来帮助民进党 这个情况呢 至少从2016年以来就是如此 那就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就是如此 那么你说这到底有多少案子可被查呢 一旦立院的国民党的五十二席 再加了五党级的两席 甚至再加上民众党的八席 如果他们全部都拿出看家本领 一项一项把你调查出来 一项一项跟你有关的所有案子 都把你拿到立院来问 然后把你问了个顶朝 你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给查出来 那么就等同于可以把很多有问题案子 全都公开了 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相关的组织 这些是不是都得阻牢呢 那就不奇怪 他们为什么要发动轻调活动 正因为他们想要掩盖 他们过去的罪行吗 但是真的事情能够被掩盖住吗 还是说民进党就算掩盖不了 他就是一定要掩盖 答案是后者 民进党知道就算掩盖不了 他也不能让他真的在立院里面被掀出来 否则他们是要吃官司 而且他们会运作不下去 所以他们非得跟你拼命 这种拼命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在过去这两个月 所看到的要不打架 要不呢就是你通过哈松不算数 再不然呢他就跟你说那你服役吧 再不然呢你服役成功 他就说那他可以不签字 要不然他说那不然 我就是不想执行那咱们视线吧 再不然呢他控制了整个大法官的每一个席字 那么大法官反正只要是带起来交换过去 哪里敢说不呢 你说这种是什么一个台湾的所谓民主局面 这种民主局面只能加两个上下一号 那就是所谓的 意思是根本他不是民主 他就是赖心的想 顺行他的意志的一种独裁行径 感谢你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